清邪瓦麗屋頂再救出一名男性 石川縣株洲市一名巴巡老翁 地震受困屋內44小時後獲救 不過目前救援黃金72小時已過 重災區石川縣不止道路遭損毀 天氣越來越冷 物資還難以送進災區 而各國積極提供援助和物資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也表示謝意 但現階段婉拒所有國家的援助 岸田文雄的決定 飽受日本國內抨擊 但他澄清是考量到現實情況 因為道路損毀物資救援都難以進入 週四凌晨又傳出小規模雨震 不少當地居民家園全毀 只能寒冬夏排隊領取免費食物果腹 有幸存民眾說50年歷史店面 正道歪斜 還有人地震當下來不及救援愛貓 拿著貓糧食重返災區尋找寵物